現在要介紹的叫做反射 就是波在前進的時候 碰到障礙物然後彈回來 這個現象稱之為反射 反射回來 只要是波的反射 通通都會遵守反射定律 這個是重點 反射定律重點 反射定律第二點是重點 反射定律總共有兩點 第一點入射線反射線跟髮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反射線在髮線的兩側 第一句反射定律第一句 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句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這個是比較重要這一句 在這裡的考試 聲音的考試比較不會用到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可是在光的那裡的考試就常常會用到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反射角 這邊又是考那個什麼阿醫生聽回音啊距離 問算距離而已OK 但是要重點 重點第二重點 這裡寫一堆名詞啊 入射線反射線法線 入射角反射線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入射線什麼叫反射線 這個反射就很像打籃球的插板得分啊 打到板上彈出來入網OK插板得分 所以什麼叫做入射線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投籃插板得分你球丟出去 球走的方向叫做出去的球方向叫做入射線 入射坡前進方向入射線 那投籃什麼叫反射線 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插板得分打到板上彈出來 彈出來的那個走的路叫做反射線 所以入射線是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反射線是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那麼什麼叫法線垂直 物理用法這個字代表垂直 物理用法這個字代表垂直 法線就是垂直的線 但是打到點撞到那一點 垂直障礙的線叫做法線 剛剛講過重點是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所以重點是誰叫入射角誰叫反射角 誰是入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甲角 圖上面有顯示 入射線跟法線的甲角叫做入射角 不是另外一邊喔 不是它的魚角喔 是入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甲角 那你就同理 你就知道什麼叫反射角 有沒有 同理就什麼叫反射角 反射線跟法線的甲角 反射線跟法線的甲角 圖上面也顯示給你看 反射線跟法線的甲角 然後以後就會問你角度是幾度 你搞清楚誰叫入射角 誰叫反射角 誰叫做法線 誰叫入射線 誰叫反射線 看題目怎麼問你 就可以算得出來 所以這要做名詞的意思 請你弄明白 每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 可以嗎 OK 這個 入射波 打進去跟彈出來的 波數一樣 頻率一樣 週期一樣 波長一樣 通通都一樣 通常是因為能量會損失 所以能量損失 所以政府會變得比較小 問題 為什麼波數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波數一樣嗎 剛才講過波數值跟誰有關 Jazz 我彈回原Jazz 劍是不是一樣 Jazz一樣對 波數就怎樣 一樣 我覺得會一樣 那為什麼頻率一樣 很正常啊 不要想太多 頻率一樣 為什麼頻率要一樣 你一秒鐘丟五個球打強力 要彈什麼啦 五個 一秒鐘六個球打強力 彈回七個球 你就喝了 所以一秒鐘打到五個一百個都彈去嘛 所以頻率要怎樣 一樣 那為什麼週期要一樣 頻率的東西會一樣嗎 為什麼 不會 倒數嘛 那為什麼波長要一樣 V等於F才以爛打 波數等於頻率才以波長 波數一樣 頻率一樣 那波能怎麼辦 不知道一樣啊 問題會顯卡 為什麼會一樣 人都一樣 只有誰會不一樣 政府會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因為能量損失了 消耗掉 就跟你們這個球啊 打地上一樣 越彈會怎樣 越低嘛 一樣能量損耗 OK 損耗 波形 如果是直線障礙物 波形也不會 也不會變 不過跟你講過了 國中現在 基本上不考慮 不討論波形的問題 我們都當作波形都是不會變就好 OK 它如果不是直線就可能會變 這個我們也不管 我們就是當作不會變就好 直線進去直線出來 原型進去 原型出來 OK 它叫做反射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折射 波形看一看就好了 主要在光的時候會講 在光的時候會講折射 就是從假戒指進入乙戒指的時候 因為兩個戒指的密度不一樣 所以波數會不一樣 因為波數不一樣 所以前進方向會不一樣 就偏了 就彎了一下 那這樣叫做所謂的折射 折射 所以從一個戒指進到另外一個戒指 因為密度不同 所以波數不同 所以前進方向不同 這個現象稱為折射 我們主要在光的地方 跟各位討論折射的問題 OK嗎 可以嗎 可以